我不知道觀眾朋友有沒有玩過運動彩卷 我時不時都會玩一下運動彩卷 但是我們現在運動彩卷 其實營運狀況卻並不是很好 我們特別連線的運動賽事分析師 張宏紹先生 我們來跟他當面來對聊一下 到底運彩發生什麼問題 宏紹你好 聽得到嗎 好 主持人好 我聽得到 謝謝 宏紹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有聽一些朋友說 其實台灣的運彩其實並不是 這麼營運好的原因 所以其他玩法比較單調這什麼意思啊 其實基本上他的玩法就有限 你像國外的球賽的時候 他可以像足球來講 他會說你來丟銅板 看哪一隊拿正面或板面 或者是第一個進球的人是誰 然後台灣的玩法就很固定 都是只有跟你玩輸贏 或者是兩隊得分的總和 太單調了 國外還可以盤中下注對不對 對 還可以盤中下注 甚至連拆 裁判會給紅牌 或者是吹幾個犯規都可以 就是各種狀況都可以 都有下注的空間就對了 那我想問一下您 就是說 因為我們對於運彩的關心 並不來自於說單純的 我們希望他更好玩 沒那麼無聊 我們是談說 運彩它有一部分的資金 是會變成做公益之用 所以原則上運彩可以越蓬勃 越發展 當然對大家來說是越好 我想問一下 就是觀察台灣的運彩 怎麼樣各方面改善會比較好 然後如何可以讓整個台灣運彩 可以更受大家的接受或歡迎 基本上我覺得礙於現在的法規 它要改變的話 因為大家都在講台灣運彩的賠率 不是很好 但是我覺得台灣運彩賠率不好之外 它有其他的變化的方式 像我們可以來討論的就是 能不能有第二間銀行來發行 像我先跟主持人舉個例子 有競爭才會有進步 我們來舉香港的例子 香港馬會 他在去年的足球博彩 就1402億港幣 1402億港幣 對1402億港幣 你去想想看 他們的人口是我們三分之一 幣值是我們三倍 我們台灣運彩 自豪說我們只有460億 你不覺得 蠻點點點點的 是是是 那你認為說是有兩間 在一起去做競爭的話 會有什麼食物上的差別 有其他國家也是這樣兩間的嗎 全世界國家在發行彩券這一塊 都是用多家的企業來進行 除非是國獨佔的話 要以國家來發行 但是我們既然 已經發行給民間企業了 那是不是可以讓企業來多加競爭 像一個最近的例子 紐約州 他在今年1月開放了運動彩券的 運動國財的執照 9家公司來競爭 最後6家發行 6家發行 對結果就發生了 他們的營收就16.4億美元 對 但一個月 等一下等一下 暫停一下 你說我們紐約 紐約人口也沒特別多 紐約人口大概1945萬 跟台灣差不多 他一個月就賣了台灣 一年的收入這樣子 對已經超過了 對 那這樣子 這樣的狀況 那你覺得 那假設假設假設 現在運產 因為現在他是一年一標嗎 如果沒有開放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給現在台灣運財 最具體的建議 怎麼樣改善是最好的 我覺得他改善的建議就是 因為 我本來去 我覺得兩間有競爭的話 台灣運財現在的弊端都比較不容易出現 比如說 他 有時候比如說下午的比 你明天早上的比賽 那個盤口國際的盤口 其他國家採券 已經下午3點就開 台灣運財要拖到八九點晚上才開 那就減少買氣 對 為什麼要拖那麼久啊 就你了解 為什麼要拖到五個小時 基本上我覺得這是一個 因為我們的發行單位 畢竟是中信銀行 那他們認為 他們會怕 裝家銀行的銀行 他會怕一個風險的控管 所以他 比較怕輸 因為很多人買運財都會講 說運財輸不去 很怕輸 對 好 非常謝謝這個 我們這個運動賽事分析師 張宏韶先生的這個分析 你提供我們非常多寶貴的建議 也讓我們知道 怎麼樣對於運財去改進 那我現在委員 剛剛講一個蠻重要的狀況 就是說 很多人都覺得說 運財好像不是很好玩 就說太單調 第二個 輸不起這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這件事跟我們國家發展有關係 這是包含我們台灣的慈善跟善事的這個基金有差別 台灣的運財它不是一般的這個地下前途戰 或者是純粹的博弈產業 其實它的條例裡面就講說 它的管銷費用大概12% 然後它有10%剩下的是要 要挹注給那個運動發展基金 就是說去鼓勵現在的這個選手 或者體育發展基金 那這個部分 然後有些還給黃玉婷拿走 所以我想這個 我很清楚 我也質詢過 其實我們的獎支率大概就78% 那78%的話 其實對一般地下博弈 或者說國外它是完全開放的這種形態的產業的話 它大概都90%以上 那我當然下國外的啊 對 所以說這個其實 我跟你講台灣其實現在一年說 470億已經創新高了 我們的那個體育運動基金裡面 大概一年可以拿到40幾億 其實是蠻多的 可是呢 你知道嗎 你看看紐約州 它1900多萬人口 然後才剛第一次發行 它就拿到16.4億美金 等於是台灣一年的銷售率 美國內也沒比較愛助啊 其實台灣人 很多年輕人 包括很多這個喜歡運動 他其實有在簽 他是簽地下的 所以他們估計說台灣的地下博弈 就是簽運動的 大概會有4000億左右 是 大概也是整個運動彩券金 就國內做的大概只有十分之一 十倍 所以其實現在的問題是這樣 就是我們的發行機構 就有講嘛三種型態 對 一種就是國家 就是獨佔國家自己發行 對 第二個是國家來評選發行機構 剛才講的我們是用這個型態 可是國家評選發行 第三個就是完全開放 對 那大概採取第二種發行的型態的這些 比較多啦 大概都不會只有零選一家 都兩家以上 那就是希望說 他設計的這個獎之率 或者好玩 會吸引他們來投注 如果一家他會怕輸 為什麼會怕輸 因為獎之率78% 如果輸的話 那個0.5的賠 有一個準備金 可能會賠不夠 對 所以會怕賠錢 其實我們運動彩券 在第一期發展的時候 那時候富邦 富邦當時是賠錢的 做了5年他就退場 那當然這12年 其實感覺起來 中信跟威剛有做起來 可是呢 常常方當機 然後不好玩 賠率少 都怕輸 所以我本來這個 我在地下 博弈上我簽 我可能1賠1.5 對 可是我這簽他們一樣的東西 我才1賠1.2 你要簽哪一個 那這樣就是 反而助長了地下賭盤的反應 所以說台灣的地下賭盤 其實在網路簽註的規模 大概就是我們運彩的10倍 OK 在10倍的規模 大概400億而已 4000多億 這是我去問他們這些經銷商 跟業者他們所聽到的 大概是這個情況 是 當然的運彩這個內容 怎麼簽是一回事 可是這個 系統出包 我倒是常常聽過 因為我沒有簽運彩 可是系統出包也蠻長 像這種2018年 6月氏族賽大當季 2019年 官網常常斷網 跟片面取消投注 還有這種東西 我壓力給我取消 不是壓好離手嗎 2021年運彩論壇 論壇上說 大批網家報約運彩 中廠中開盤少 下注系統艙 片面開盤等狀況 關盤等狀況 宇宙老師我們來問一下 就是你有關心在運彩嗎 我當然有關心 為什麼 我先說啦 為什麼許多人 寧可去簽啊 地下的職棒的這個簽註 為什麼 人家服務多好 第一個 有時候交信員還退你水錢 什麼叫水錢 莊家賺的就是水錢 水錢就是服務費 第二個呢 玩法基本上非常多樣 比如說呢 剛才我們在聽那個 那個好像我弟弟的名字 張宏嫂 我叫昌宇嫂 OK 人家 球賽開打的時候 除了押注之前的形勢 非常非常豐富之外 你中間可以隨時下 上線押 那叫什麼 叫走地或是滾球 對 第三個是什麼呢 當然這是跟 當初我們開放運彩 有點初衷 有點違背的 運彩是要做社會福利嘛 對 可是你知道嗎 有一些那種地下千賭的 跟酒店業又掛鉤 你下多少quota 他還給你其他的服務 所以你要想想看 這我朋友告訴我的事實啊 這加上什麼呢 運彩有簽的項目真的太少 對 就是台灣還有另外結構因素是 台灣的運動人口 大概集中在少數幾個球類比賽 職棒嘛 籃球嘛 部分的足球 其他的並不多元 對 所以我說啦 再加上這次東奧 因為比賽難看 這些項目遠離我們的想像 簽東奧的風險太大 對 選手莫名其妙會被DQ 對 你愛國選手也簽不下去嘛 過去大家都幫台灣隊 會幫中華隊加油 但這些項目太冷門啊 基本上不是台灣的主流運動 所以跟去年的夏季奧運 或是呢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賽 或是呢 對 今年那個世界杯足球賽嘛 基本上距離很遙遠 所以這麼多因素堆疊起來 再加上呢沒有競爭制度嘛 再加上呢這個簽註單一啊 基本上很同質化 所以才會造成呢 基本上一運不佳的狀況